女人到了中年生日需求会更加的强烈吗 这才是真实的原因 我们知道啊 私人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啊 私人生活也是有很多种的 就比如最常见的 吃饭啊 睡觉啊 而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私人生活是必须 却又很容易被忽略的 那就是男女之间的繁衍的私人生活了 而很多的人在这方面都有一个误解 那就是男人的需求要比女人的多 但实际上啊 并不是这样的 女人的需求和年龄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的 一个女人如果到了中年 被认为需求是比男人更为强烈的 那么这是真的吗 整体而言的话 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此之前啊 我们先了解一下 私人生活的产生背景 我们的私人生活基本上是被体内分泌的激素所控制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由我们来注宽决定的 而私人生活的背后 是为了繁衍生息 为了扩大种群 所以作为有生育权的女人 在这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啊 是一直存在的 只是没有男人表现的那么直接而已 那为什么说女人到了中年 私人生活会比男人更加的强烈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激素的分泌 因为到了中年之后 女人基本上处于生育的最后黄金窗口 如果此时不能够实现生育 后面几乎啊就不可能会生育了 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对于女人的激素分泌呢 就会进行自我调控 往往也会让女人的欲望更加的强烈 以达到生育黄金时期的末尾 实现繁衍的目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很多的女人过了中年之后啊 幸运反而会觉醒了 需求也会更加的强烈 当然除此之外了 也有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 比如说女人到了中年之后啊 经历了多了 不会像年轻时候那么顾忌 更能够体会到 夫妻生活的美好 所以欲望会随之上升 又或者女人到了中年之后呢 家庭是比较稳定的 压力也比较小 更容易有这一方面的想法 总之呢 女人到了中年之后 欲望会更加的大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身体的自我调节 私人生活作为男女之间 繁衍生息的主要手段 是一种基本的需求 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它 并且呢 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生理上的和谐 不仅仅是影响两个人的 生理感受 也会让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变得更加的和谐和恩爱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 下期再见咯 下期再见咯